大家好,歡迎來到聲譽聲譽,我是阿笨 今集的聲譽聲譽就是《職場要決》系列裡的最後一集,雙譽座 馬上來看看雙譽座的個性特質 第一點,創造能力很好 由於雙譽座喜歡幻想,所以他們的idea是很豐富的 往往都是美牙活動,又或者同時聚餐的最佳智囊團 第二點,善良有同理心 當你遇到什麼不開心的事,又或者遇到什麼困難的時候 都很適合找雙譽座來跟他們傾訴 因為他們真的很有同理心,是你情緒的垃圾桶 第三點,適應能力強 面對不斷變化的環境,他們很快就可以適應 面對個性又或者立場不同的人,他們都可以應對治癒 馬上來看看雙譽座在職場上容易犯的錯是什麼呢? 第一點,面對困難容易縮沙 雙譽座其實遇到困難的時候 基本上是不會做一些準備一波的動作 他們會覺得,遇到這種困難是上天給我的安排 這樣就順其自然了 所以就很容易被人誤會 覺得他們很容易遇到時就去逃避,又或者推卸責任 第二點,面對重大選擇,悠遊寡奪 因為雙譽座實在是太有同理心,太過善良了 所以在做出決定的時候,往往會顧前顧後 太過為他人著想 往往都將時間在想 怎麼決定才能做到皆大歡喜呢? 再來我們就要看看 如果你職場上有雙譽座的存在的話 你可以怎麼做呢? 如果你是雙譽座的下屬的話 基本上是一個很好過的職場人生 因為雙譽座喜歡以人為本 你有這樣的嘗試過 通常你要做什麼呢? 他已經幫你想好下一個步驟 並且會幫你準備好 有一個不好的點就是 你會覺得雙譽座的上司 實在是管得太多了 好像自己的媽媽一樣 其實你可以用一些軟轉一點 溫柔一點的方式 和他反映一下你有這樣的想法 雙譽座的上司其實他都可以明白 亦都可以接受的 當然,面對著雙譽座的上司 你的嘴巴就要甜一點 要經常多點讚美他 又或者是多謝他幫助你很多忙 當你有這個雙譽座的同事 又或者是客戶的話 其實他們是真的很好相處 亦都很聊得來的人 如果你剛剛認識了一個雙譽座的同事 又或者是顧客的話 想和他快速拉近一些關題的話 就要適當地去試 就是找他幫幫忙 又或者是有人去請教一些東西 那最重要的就是 讚美讚美讚美 其實雙譽座的人 他們很簡單的 聽到你一句讚美 可能是他的衣著外表 又或者是讚他的家人 又或者是讚他的辦事能力等等 他們都可以開心一成日 好吧 今集我們太陽相遇座的即場妖訣 就分享到這裡了 下一集會接下來有更多 更多主題的新一系列的星座 如果對星座 又或者是男女感情有興趣的朋友 歡迎你點擊我的頭像 來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也歡迎大家寫信到以下的email address 來和阿笨做一個簡單的諮詢 我們到此為止 下一集聲與聲言見 多謝大家